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key讲加瓦系列基础教程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课主题是构造方法的存在 在上次课中我们介绍了什么是构造方法 现在我们可以来回顾一下 我在这里已经准备好了一个student类 对于student类来说 加瓦构造器它针对于每一个类都定义了一个构造方法 而构造方法它是由修饰符和方法名组成 构造方法的方法名还有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就是它是跟类名同名的 这个地方我写了一个public student的构造方法 这个构造方法的话没有返回类型 它直接是修饰符加上这个构造方法的名字 在这个方法里面呢 我们是可以随便输入任何代码的 当然构造方法的主要目的呢 是初始化全员变量 好的在这个构造方法里呢 我只输入了一句话student类的构造方法 那构造方法的话呢 我们今天要讲到构造方法的存在 那构造方法的存在是怎么一回事呢 所谓构造方法的存在 其实是指一个类中有多个构造方法 那有多个构造方法是怎么一回事呢 现在我把这个构造方法复制下来 有多个构造方法是指有多个同名的这种构造方法吗 好保存一下 我们来编译试试看哈 编译试试看 加网c student点 加网 看编译能不能通过呢 诶 这里报错了哈 他说因为已经在student中 student类中定义了student的构造方法 也就意味着其实一个类中有多个一模一样的方法是不对的 那为什么我在这里要介绍构造方法的存在呢 而存在它又是指一个类中有多个构造方法 那这个到底我们应该怎么解释呢 其实是这样子的哈 我们一个类中是允许有多个同名的方法 但是不允许有同名的一模一样的方法 所谓的一模一样的方法是指 方法名相同以及参数相同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允许一个类中存在多个构造方法的话呢 就必须让同名的构造方法具备不同的参数 好在这个地方我在第二个构造方法里面呢 我就写了一个intx 好相当于出现了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呢导致这两个student的构造方法呢 虽然同名但却是不一样的 我现在来编译看一下 嗯好像我没有保存 保存一下哈 好的 我们保存之后呢 会发现这段代码就编译通过了 是没有语法错误的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要正式解释一下什么叫构造方法的存在 所谓构造方法的存在呢 是指一个类中哈 有多个构造方法 方法名相同 但是参数不同 这个参数表现在哪里呢 表现在参数的个数 比如说第一个构造方法是没有参数的 但第二个却有一个 还有参数的数据类型不一样哈 比方说我再写一个构造方法 好 我写一个参数是float类型 保存一下 编译看看 好 编译通过 还表现在哪里呢 还表现在参数的个数 哈 不一样 以及 顺序 不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的几个构造方法 第二个构造方法 和第三个构造方法 它都有两个参数 但是呢 第一个构造方法的这个参数是 int x 逗号 float y 而第三个构造方法呢 是 float x int y 所以他们参数的这个数据类型的这个顺序哈 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也算是符合加瓦语法的构造方法 好的 编译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我们在上次课中已经说过了哈 什么情况下调用构造方法 就是在初始化 初始化一个对象的时候 就会调用属于这个类的构造方法 比方说我这里new student 那问题来了 我这个new student 调用的到底是哪个构造方法呢 好 保存 编译 再运行 加瓦 student 诶 我在这里调用的是构造方法一 那问题来了 我什么情况下去调用构造方法二和构造方法三呢 好 我在这个地方写一下 我们会发现哈 其实这种构造方法的存在 它其实是指参数的不同 也就是说 如果我调用的时候 传参会是一个什么效果呢 假设我要调用第二个构造方法哈 它的参数有两个 第一个要传整数的x 第二个要传 一个float类型的变量 那1 逗号 2.5f 保存一下 编译 那 定型 诶 在这种情况下 会发现哈 我们调用了构造方法二 正是因为我传了参数啊 当我调用构造方法一的时候 因为构造方法一没有参数 所以我在new students的时候并没有给参数啊 调用的就是构造方法一 但是如果我给了参数 而且这个参数匹配上了第二个构造方法 好构造函数 那么它就调用了构造函数 而构造函数二 那接下来的话 如果我给这两个参数换一个位置 它是不是应该调用构造方法三呢 好 编译一下看看 逆行 诶 在这种情况下 我调用到了构造方法三 好的 这就是本次课的主题 构造方法的重在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 所谓构造方法的重在 是指一个类中有多个构造方法 构造方法的名字是相同的 但是参数是不同的 具体表现在参数的个数 数据类型 以及参数的顺序 好 本次课到此结束 请大家下来仔细思考一下